昨天啊给大家录了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弯曲新出的这位 渣男啊 在自己的法妻死后的一些 没底线的做派啊 这种招来了 某一些人的漫漫 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还想着像大清一样吗 人家是吧 老婆都死了 该怎么找怎么找 是吧 人家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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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问题啊 是吧 你是该有问题的是你们 说不就是啊 这个老婆刚死就结婚吗 这你人家私生活你也管啊 这私生活吧 是不该管我都说了啊 这私生活本来没什么 只是说他这个做法比较恶心 因为他的这个底线嘛 就是没犯法就行啊 曾经某位著名的 讲法律的老师啊 曾经讲过一句话啊 就是那一个人啊 你说他要拿法律 作为自己的最低的底线 你说这人得不要脸成啥样 我没说你犯法呀 我只是说你不要脸啊 对吧 这个不算犯罪吧 而且我通篇没提名没提姓啊 我就说弯曲啊 弯曲的人很多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今天呢 这个后续就来了 据说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儿啊 据说在现在自媒体圈已经炸翻了 几乎所有的在美国这边的自媒体 敢说这个事儿了 都收到律师函了 知道吧 就是说只要你敢说 我就去告你啊 我就去找律师给你写律师函 然后呢 所以说现在呢 好多的这个自媒体可能本着自己还仅有的一点良知吧 也不愿意不说这个事儿 因为这个事儿实在是太震碎别人的三观了嘛 然后大家就 一收到律师函也跟你对着干啊 就是目前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结果呢 这新的骚操作又来了 据说啊 我只现在只说几个据说的事情 我之前我之前说错了 口误就这哥们实际上是谷歌的啊 不是这个脸书的 那么据说现在啊 已经有谷歌不止一个员工 华人员工已经看不下去了 已经到HR那去举报他了 这个事儿有没有用 我们不知道啊 只知道的是啊 这位A同学啊 这位男主角啊 就采用了一个招数 就是说你想辞退我是吧 我在这场里大厂混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 对吧 为高权重 那是你想辞退我就辞退我的嘛 结果这哥们儿据说啊 他使出了一个骚操作 把所谓的这个谷歌以泄露隐私罪 直接把谷歌给告了 为什么要告谷歌啊 就是在诉讼期间 谷歌就没办法开除他了 你知道吧 因为他是告的一方嘛 那被告呢 就按照这个劳动法保护 就没办法开除他了 而且昨天啊 大量的人都收到这样一个截图 但这个截图我们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只是说也是从当地的华人圈报出来的 就是说当地 因为他那个区域很豪华 周围住了很多很多的华人 那其实出去上散步啊什么的 除了街顶是美国的 那几乎周围几乎都是华人 那很多人就看到 他当时为了泄愤啊 已经把自己的这个 王妻的这个墓啊 给挖出来了 整个的这个墓碑啊 也都不存在了 然后他呢 把这个一部分的这个骨灰啊 为了泄愤啊 他居然掉到下水道里 然后两个老人很无助就在那儿哭 反正也拦不住 我不知道很多人说这个人啊 这私生活该不会被侵犯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啊 但我知道他做到这一步 即使你不犯法 已经触碰到人类良知的底线了 我感觉已经触碰到人类良知底线了 是你都没犯法 把骨灰倒到下水道里 不犯法 我只知道是 如果是谁动了我家人 对我家人敢这么干 你不犯法 我会帮上帝解决你的 我会送你去见上帝的 这是反正这是我的逻辑啊 是我不懂这些所谓的 圣母是什么逻辑啊 反正这是我的逻辑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 然后这老两口呢 在网上还发了求助帖 然后其实这个求助帖也没说什么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求助帖 人家无非说的就是 我们现在 由于这个女儿去世 这个女婿也不管我们 然后被驱逐了 将来被驱逐了 但我们没有钱回国 那么带回国 带上庭 带律师费呢 一共要两万五千刀 我们老两口负担不起 一个筹款的这么一个东西 结果人家就觉得这个东西 你是在网爆我啊 他就觉得老人是在怎么怎么样的 最后导致最后人家 同时看不下去 把他给爆了 你说这人 你说昨天啊 我就看着就各种留言啊 就说这是人家 什么年代的 你还管人家啊 人家赶父母呢 人家的事啊 人家把老婆埋前院呢 人家的事啊 人家怎么怎么着 都是人家的事 是都是你的事 你都没犯法 我就是看不惯啊 我看不惯不犯法了 不犯法了 我在网上喷你不犯法吧 我没提名没提姓 我不犯法了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对吧 所以说我就感觉 你做这个事 就不要怕别人说嘛 对不对 你做这个事 就不要怕别人说嘛 你既然干了不要脸的事 你就不要怕别人说你嘛 而且啊 我个人有几项建议 就是说你啊 其实你这个东西 你触碰到大众的道德底线了 就你要想干这个事 你就把你岳父岳母哄好了 对吧 赔偿给足了 把他们哄开心 然后你让老人给你出个视频 给你澄清一下 这个比什么公关都有用 这个比你发什么律师函都有用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对吧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您的这个新的这个媳妇 就很多我看好多华人网友 也都说这个事了 我也有这个疑问 就是我以我粗浅的这个知识来分析一下 就是你媳妇是怎么来的美国 你看我们去推断一下 你的这个新媳妇 二十一年 六月份来的美国 是吧 还是七月份来的美国 反正七月一号结婚吧 来了九天就结婚了 OK 我们这么假设一下 大家知道新冠期间我们回国呢 你们出国也难 为什么 是因为一个是机票的事 还有一个就是不同国家给的签证的问题 那么在新冠期间呢 如果你没有护照的话 护照是暂停办理的在中国 对不对 那既然女的是从国内来的 那么她是没有办法去办这个护照的 这是其一 其二 如果她提前有护照 哎 那就更奇怪了 你知道吧 如果她有护照 那你来美国是怎么来的 旅游签证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是旅游签证来的话 现在美国使馆旅游签证 几乎不批 虽然说也批啊 但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难 你美国人不是傻子 因为她知道中国的防疫政策 所以说你现在基本上申请旅游签证 人家不给你批的 第二 那你申请商务签 你怎么申请的商务签 你的公司对你有没有外派 没有外派 你怎么申请的商务签 这是第二 第三 那你就只能申请探金钱了 那我不知道这个人 这个他的新老婆在美国有没有亲戚 如果有亲戚的话 有没有直系亲戚 如果要真的是直系亲戚的话 你也不需要这样了吧 对吧 你应该是没有直系亲戚的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几个既然都没有 那我就好奇了 你是怎么来的 美国 旅游签不可能 探金钱盖了一颗小 那 探金钱盖了一颗小 那难道只有一种签证 就是所谓的未婚妻签证吗 未婚妻这个种签证是可以来的啊 是可以来的 但我这一掐指一算 日子不够啊 如果是 他是申请的是未婚妻 这种未婚夫签证的话 哎呀 那算算日子 你老婆还没去世的时候 你就给这位小老婆申请这个签证了 那么这个涉嫌移民欺诈 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只是一个合理的猜测啊 我什么也没说啊 如果你要打我脸的话 那我也什么没说了 我只是说 这个你看啊 如果你是申请旅游签证的话 那你旅游签证过来 直接结婚 那这犯了移民的大忌啊 也涉嫌移民欺诈 对不对 如果你是公务签 来这儿结婚的话 好像也涉嫌移民欺诈 如果你不涉嫌移民欺诈的话 你好像还涉嫌一个东西 就说我们在国内啊 所有的公司 是停止外派到美国 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我不太知道啊 不太知道啊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是吧 这个探亲钱 那你探亲钱到这边移民 直接移民 好像也涉嫌这个东西 因为你移民 人家最重要的就是问你 你在美国有没有认识人啊 你在美国是不是 是吧 那意思就是 你会不会去美国结婚啊 以这个东西 你不说这个 这就涉嫌移民欺诈了 你不管它是哪一种方式来的 好像算日子 它都不太对 都至少是涉嫌了移民欺诈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来的美国呢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啊 我只是合理的猜测 当然如果要是真的 它能合理的就是来美国 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啊 但是我只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啊 就是如果是啊 是吧 我是觉得美国移民局啊 可以查一查 但是真机不怕火炼嘛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肯定没问题啊 真机不怕火炼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查一查啊 就知道结果了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啊 这个事啊 真的发生的非常离谱 如果在前面你可以说啊 这些东西 他老婆一死 后来就娶小老婆 最后没问题啊 把岳父岳母赶出去 这是人家的私事没问题 我觉得啊 这个骨灰倒到下水道 你虽然说不犯法 但是对不起呢 我是一个中国人 你你我从小接受的这个教育 你已经踩到我的底线了 啊 我有点恶心啊 我我是觉得所有的 不管是哪怕在美国 已经入了级的华人 他只要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 他应该都受不了这个 我就不信美国人能受了这个 我就不信美国人能受了这个 好吧 所以说大家替他洗的呢 就暂时先别洗了 就看这个事怎么办 我就还是那意思 就想洗白这事很容易 把老人哄好 让老人给你出一个啊 视频 让我们大家别再说这事了 我保证马上闪视频 我保证不发这个东西 好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啊 这个男的究竟都干了啥了 目前为止啊 这个事吧 我也是很无语啊 这个事啊 所以说啊 行吧 这期呢 后续怎么样不知道啊 就是老人的这个求助信息呢 我也会帮助大家贴出来啊 大家反正是有能力的吧 就是至于大家愿不愿意帮忙 这个就无所谓了啊 就见仁见智了 那行吧 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做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事情呢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聊这儿 大家拜拜